決心走向摘了 釋迦道路 他的滿足能夠複蝕 感謝上帝 剛剛景成說他第一次上台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我才是真的第一次上台 因為我知道很緊張 等一下麥克風掉了或是我分島 請大家言諒一下 那我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你一定要幫我照相 真的是很緊張 我真的是第一次 景成絕對不是第一次 我不相信他是第一次 好 那我參加那個成長班 我對信仰就會有一些改變 有一個想法 那上完信仰班我覺得 我真的很想要叫很多人來信主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棒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真的是三分鐘嗎 我更緊張 那我就想說我們會認罪 因為其實就是說我們跟上帝的那個關係 並不是非常的合適 這個就是我們的罪 那所以我們就要站起來 我們要去行動 要榮耀神 因為神是公義的 是信使的 我們要做那個榮神義人的事 那成長班剛開始的時候 那建良又開了一個 要我們家開一個小組 那當時我真的 這個是一個神蹟啊 因為小組說要開的時候 我肚子痛起來了 因為我太太跟我說 我們家裡要開一個小組 建良說的 我說OK 幸福小組啊 那時候肚子真的就一直痛 結果真的開始開了以後 肚子好了 那不是一個神蹟嗎 我每天去上班 我去上班的時候我就說 神啊 上帝啊 耶穌啊 我們要開幸福小組 那你還要讓我這樣子肚子痛開嗎 結果講了幾次以後 後來開始開的時候 那肚子都好了 而且食量變很好 那真的是一個神蹟 那我要講一個 一個也是一個人 他就是我們開小組的時候 他是一個陳老師 他那時候來的時候 他就是胰臟癌第四期 那胰臟癌是大家知道很嚴重的 第四期大概 那個就是用日 用夜來算日的 就是他 他的一天人家是一個月 那醫生就是講說 他大概就是剩三個月 那第一時間建良 我們同工就到醫院去跟他 做一個禱告 那也做節制禱告 結果他很感動 他後來他就自己成立了一個 一個小組 因為我們自己本來有一個小組 但是他怕 他不想 你說 群組 群組 做一個 我們弄一個LINE的群組 然後他就是四個人而已 因為他不想讓別人參加 然後我們早上跟他禱告 然後就傳那個給他 結果有一天他既然就 也傳禱告的那個過來 我看我就很感動 因為他並不是基督徒 然後這又讓我更感動的是 他後來他又把那個 那個禱告詞 傳到那個另外的群組去了 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 那我也是很感動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到 想到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羅馬書一章十六集說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 對 希利人 那個就是 陳老師他這樣子的 那個讓我很感動 有這樣的感情 那我們非常感謝主 那個陳老師 他現在生活得非常的好 那他到現在也已經過了好幾個 三個月了 阿們 真的是 他現在會爬山 然後他體狀還增加 他的白血洗物是比正常的人 比我還高 乾工的也很好 能吃能喝能睡 沒有看過這個癌症末期的人 生活品質這麼高 我覺得這個是神的大能 神在親自的在醫治他 那我們禱告那個 陳老師那病情越來越好 那我希望他將來能夠在我們這邊 來為主做見證 好 感謝神 好 好